大家好,我是纽村王老师 那今天呢,我们来讲讲风水 那多年来呢,我在世界各地见证了很多风水调整的案例 那风水的改变呢,的确可以让人居更和谐 夫妻相处更和睦,事业更稳定,身体更健康 那风水的流派有很多 那树里呢,也很多 可能有的时候啊,让人会有那种莫测高深的感觉 但事实上呢,大部分风水的理论都是来源于生活的智慧 那很多内容呢,也可以通过用现代环境心理学来进行解读 这期节目呢,我就给大家解读风水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四神兽,朱雀玄武,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 另一个说法就是,前有明堂,后有靠山 左辅右臂 咱们先说说玄武,也就是靠山 咱们拿座椅做一个比喻吧 有什么座椅呢? 凳子,椅子,老板椅 那你想象一下啊 你坐在凳子上什么感觉? 坐在椅子上什么感觉? 坐在老板椅上又是什么感觉? 座椅其实就是你的风水 什么样的风水就塑造你什么样的心态? 凳子,级别最低 为什么呢? 它最主要的和其他两样的区别就是,它后边没有靠山 靠山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来讲,就是上面有人 其实呢,就是有来自上方的支持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贵人乐 中国过去的太师以靠背啊 其实并不是用来靠的 其实中国人讲究正金为座 那个椅子被啊 代表是来自有上天与祖先的传承与音护 而自己呢 更得要行的正,坐的直 这就好像啊 一个小朋友在学校挨欺负了 那背后几米远呢 有几个,他的几个哥哥站成一排 这个靠山呢 是不会出手的 但是呢 这个小朋友因为有了靠山 心理上呢 就会不会那么害怕 那敢于放手一搏 这样呢 自然呢 他的成功的概率就会大 我们再说说青龙白虎 也就是左腑右臂 有了左腑右臂啊 就等于说你坐上了老板椅 老板椅比一般座椅的区别啊 就是他多了扶手 简单来讲 就是老板的手下有人 老板与员工的区别啊 其实就是老板不用亲自干活 他可以指挥手下人去干活 那扶手呢 就是手下 那风水中的大计啊 是白虎压青龙 青龙可以压白虎 白虎不能压青龙 也就是说呢 左边可以高过右边 右边不能高过左边 因为左边青龙代表的是你的逻辑思维 右边白虎代表的是你的行动力 那皇帝上朝的时候 左边是文臣 右边是武将 文臣的权力可以达过武将 那武将的权力呢 绝对不能压过文臣 这个道理啊 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会是 你要先想好了再行动 莽撞冲动的行为啊 一定会招惹到灾祸的 那最后呢 我们说朱雀 也就是明堂 明堂代表的是你面前的 是老板台呢 还是一个小办公桌 明堂大代表的是你的舞台大 明堂小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可供你施展拳脚的空间小 明堂小 因为中国啊 在北半球 那房子呢 坐北朝南采光最理想啊 所以房子的靠山 也就是玄武 指北方 那明堂朱雀呢 指南方 那根据天人合一的理念 我们可以把左青龙右白虎 理解为左右手 那好的风水呢 就是一个母亲 伸出她的左右手 来呵护这片她孕育的土地 这种三面环山 一面开阔的这种格局啊 叫安 比如中国的地名 西安 安阳 安庆 其实安呢 就是指在风水的滋润下 人民呢 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风水里讲啊 山主人丁 水主财 好风水呢 还要山还水报 水要环抱友情 水其实代表的是 基于财富 我们呢 在最后还要讲一个 风水里面的一个概念 叫暗山 暗山呢 代表的是你的目标 其实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房子 未必是个好房子 为什么呢 因为人呢 可能住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会失去自己的目标 或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而脱离了社会生活 但如果海的那边呢 目利所及 还有一个岛屿的话 也就是 那个所谓的暗山了 如果这样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代表行动呢 是有方向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大家回头看看 自己所住的房子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是否各自安好吧 我在纽村讲国学 我是纽村王老师 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